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面对的是智商不断退化的未来人 我相信看完这部影片的观众 别都不说对自己的智力自信心一定提升一个level 很多喜欢严肃高深文化作品的观众 往往看不上这种幼稚低质的喜剧作品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想把这种低俗发挥到极致 把下流烹饪出风味 难度不亚于上青天 蠢蛋计划论的存在意义正好在于轻松快乐 如果你想不分脑子消磨那么一会儿时光 看个小品电影 请一定记得选择它 在之前的许许多多穿越类的科幻影片中 不用说500年 仅仅过去100年 主任公面对的就已经是智力和能力 都高出自己几百个level的外星人和奇异物种了 而蠢蛋计划论拥有完美的构想 导演和主创偏偏反科幻电影的道路而行之一 用500年后 人类全部变蠢的巨大反差 带来十足的喜剧效果 大量充斥插可打魂 屎尿屁的桥段 低俗是真低俗 好笑也是真好笑 虽然说夏里巴人是本片的一大特点 但真小人好过伪君子 其实本片的逻辑和周星驰系列电影 是异曲同工的 喜剧的外盒包裹的绝对不止简简单单的喜剧二字 影片看似幽默 但是这种幽默是黑色的 反无托邦的 反观当年常改革的无极 影片大玩各种新奇概念 视觉和台词都达到了极限 然而最后却被骂装逼 这充分说明看电影就像看人 不能只看外表 影片的完成度很高 故事流畅 如果非要刻薄一点挑刺的话 那么女主的颜值是影片最大的美中不足 这是一部无脑电影 然而无脑外衣下包裹的是另一重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隐忧 影片上映于2006年 但各到2018年的今天来看 简直成了火生生的语言 20世纪是大师辈出 文化繁荣的100年 到了21世纪 却似乎越来越滑向文化的反面 正如前段时间大火的谈话节目 十三妖中的许之远和马东的谈话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追求生命的价值和高雅的文化 消解了追问生存意义的渴望 反制主义和全如主义盛行 这可不就是越编越傻了 我是小印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